原标题 那里,广玉兰厚华的叶片,香樟树漆黑的枝干,在把多种色彩和意味往浓烈里高涨着,就像面前桃花坝下的江水。这个春天的一个待遇的下午,我有点被震撼。刚从竹山书院出来,又看到了熊村广场上的花蕾,而立于江边的熊州台上的对联,倒立新安水,村熊古辉州,令人反复品位,凌云阁前的桂树,一棵接一棵,空隙几岁了。 多少年在一条族轨里交错着忙碌着,到处是黑漆漆的枝干脆生生的叶片,行走得低头找路,仿佛还在辨认那条族轨,中了举人的人。得待此种桂一颗,八零零余年里,族中有五十四人中举,三十四人连结成近世,知凡叶茂,是必然的。 而凌云阁被农音簇拥着,在桂花厅的深处书颜斩脚,还对环境来了个总结提升,柱子上有对联,扶君臣朋友之轮新玄日月,正圣贤豪杰之果道。 在春秋,这样的对联要底气,得说说曹文直,曹振雍父子了,大中城牌坊上的四个大字,一品雄村,可不是乱客乱叫的,曹世家族武师官居一品,父子上书。 从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零年到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历经三代皇帝,把持朝政七十五年,清朝入关后三分之一的历史受到曹世家族的影响,这样的父子出生于这么一个小山村,让人匪夷所思。 我以为这是一个能量累积的过程,曹世家族的曹锦仪·曹振雍曾祖父,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他是玉居扬州的两怀八大言商之一,两次皆嫁过康熙大帝,见识了大事面之后,他也深深地疲倦了,从皇帝景县的目光和示唤的谈吐中,他似乎悟出了些什么,弥留之际,嘱咐儿子曹锦庭,曹京臣曹振雍爷爷,于西干建文革, 修书院,典设词,朱元亭,植花木,兄弟劳迹副主,在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春季,娟资建造朱山书院,历史十年,书院开学一年,五个人同时考中进士,曹文植高中传卢,即便是二甲第一名,举壮远,榜眼,探花之后,二十四岁就封了个七品试读学士,从此一步登天,成为京城一品大员,任户不上, 书等职,父亲看见了,儿子做到了,孙子兑现了老爷子的梦,积累在增加,蓝笛金字板联,还在书院大堂镇龙发聩,竹节区新学然后之不足,山游馈尽为则必要启程,曹文植撰写的是佳学佳训,曹是第四代曹振雍,对此耳濡目染,甚至刻骨铭心,终成大器,贵不可言, 前龙四十六年,曹振雍终进士,带着竹山书院里养旧的底气,加上自身的灵气,他在京都如鱼得水,为官五十二年,试图一马平川,步步高升,官至军机首府,当时费载乡称呼改军机大臣,而曹振雍居军机首府,嘉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皇帝六次南巡,五次秋裂木兰 都命曹振雍刘京处理政务,故雄村有相宴,再向两朝有,带军三月无,我在书院里跑了多个来回,那些回廊,永道,有屈静通幽师庙,也有大开大河的金怀,蒙铜馆,藏书阁,墨祥廊等老旧的设施,和有限的空间,沉暗的底色还在往着岁月的深处沉垫着,方正的名堂里的光亮和瓦上的溪流合起来,照着似水归塘,一块巨大车, 的艳石嵌在墙里,山中天三个大字赫然碧立,是颜真心的真迹,在眼前溢溢身辉,而门眉的竹山书院,是清代著名书法金时,大家邓时如的手笔,书院的品位,在大家的立堂下,真是了不得,一篇七刻的调平,所得乃清匡富,占据了一方墙,值得一字字辨认,一句句品读,文副以王为的倡议沙记贺,兼之云外山为运撰写 这里有一个来历,乾隆母亲八十大寿,宫里邀请了一批得高望重的大臣,写文父为太后祝寿,曹恩只想把族人曹学师推荐给皇上,一直苦于没机会,现在好了,他把曹学师的所得乃清匡富,呈上去了,没料到乾隆看后龙颜大悦,并要见见作者,皇上说,文章写得这么好,你真是江南才子啊,不知是老夫子紧张了, 还是不懂规矩,曹学师竟然一声不吭,连一句谢主龙恩的话也没说,乾隆不高兴了,说,你的文才这么好,口才却这么差,只能算,是半个才子,这时曹学师真的触动了, 立马磕头谢恩,后来曹恩只怪他白白地丢了加官进爵的机会,曹学师回答,皇上仅凭一篇文章,就断定我是江南才子,我怕一笑大方,不过半个才子我想我是够格的,读书人的迂腐或本分由此可见,半个才子的雅号不静而走,书院里衍生的故事耐人寻味,曹振勇小时候非常顽皮, 不爱读书,姐姐为他担忧,这样下去,如何继承父业,小男孩毫不在乎,说,我日后一定可以尽情为官,并且官位超过父亲,姐姐一听,不得了啊,他趁机吉他,真是这样,我就出家为你,终身不嫁,说来也怪,从此小男孩一改,挽劣不轨的习性,认真读书,1781年,曹振勇高中进士,姐姐不识前言,执意出家, 弟弟苦劝无效,怕姐姐在外孤苦,借了当地离语隔阂千里远,就在桃花坝的对面见坐慈光安,供姐姐带发修行,见江不宽,清流低行,雄村的鸡鸣狗肺,那边能生生入耳,看来荣华富贵,少不了苦难的底色,植物突破墙的包围,我看到那些黑的发亮的枝干,闪电,一般抓住绿叶和云彩,雄村草野茂盛地利丰沛, 四周给山围着,云挂在山上又添了笨岩石,可是渐江却在波涛翻滚地往东北去了,是在线漏,是在通达吗? 雄村往下有小南海,千年古章,往南几公里就是红坑,那里同样藏龙卧虎,村里排方众多,处了十七名近市其中,四名榜眼和举人,西边的县城里有八角排方,许国这样的大学士,不再没举了,雄村是辉州大地的一个积累,村雄古辉州,冒尖点,有基础有来头, 事物的联系是广泛的,比如辉州和扬州,劝学亭前对联,尚书尽是狮狼举人,即是星邦灌日凌云,山地上悬着紫杜鹃,树林里蒸腾肉雾气,和肥来的郭女士说,这里随便一个什么地方都好看,春季勃发了,花团尽簇才能披挂之头,就像晚这一号旅游风景道, 国家经济实力不到火候,这条巨龙也不会横空出世的,刊于2018年7月19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品一版 这是朝花时文第16347,请直接点右下角写评论,发表 对这篇文章的稿件,投稿邮箱wbb037, at jfdaily.com,投稿类型,三文随笔,有喜,有思想有观点,有干货不无并身吟,当下热点文化现象,热门影视剧评论,热门舞台演出评论,热门长篇小说评论,有喜针对热点,切众实弊,抓住创作倾向去世者,请特别注意,不接受十个投稿,也许你能够做出的, 你可以在这里见到有你自己出现的一期,特优者也有可能被选入全新上线的上海观察朝花时文栏目或解放日报朝花版,来搞请务必注明地址邮编身份证号